上星期我在議事堂道說過 我們現在全香港每九個家庭有一個貧窮戶 我們的貧富懸殊是每日巨增 特首和社會福利處不止一次在議事堂道 和其他地方都很引以為榮地說 雖然香港是有貧窮的問題 但我們有一個可以依賴的安全網 這句安全網是多麼可以依賴呢 我們今天看看我們的同事在議題上所提出的修訂 可知一意 我們一共有十個修訂 而這些修訂包括了 我剛才數了一數大約有三十三項的提議 我想這三十三項提議都不是完全包括所有的流動 可想而知這個可以依賴的特首和社處引以為榮的安全網 安全系數是有多少大家都會知道 在我們香港的這個縱援制度之下 其實有很多人是為了因為標籤的效應 或者自己本身是良心的驅使 或者自己的一些比較上自尊心所驅使 是沒有去申請縱援的 雖然他們是絕對有資格 而另一方面政府為了恐怕有人濫用這個制度 是對於申請縱援設下重重的關卡 我相信每有一位被檢控濫用縱援制度的人士 因為背後恐怕有上千、上百的適合幫助的人士 是得不到這個縱援的幫助 而在這些重重的關卡之中 最令人痛心、最違反倫常 最違反我們中國人的核心價值的關卡 就是莫過於所謂的衰仔子 主席,局長在…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是在2009年的7月的時候 在回答我在立法會的質詢的時候 他說過香港是沒有衰仔子的 只是有一個審核資產的要求 以及一個需要申請縱援人士 需要填寫的聲明 主席,當日局長回答我 就有一個附件 這個就是衰仔子 題目是沒有寫衰仔子的 沒有這樣寫的,是聲明 為什麼民間叫做衰仔子呢? 因為這個附件的聲明 是要求有一個人 就是申請縱援的子女 他答四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 並未給申請者任何的經濟支持 或者每個月只是給多少錢 或者曾經以前給過多少錢 或者另類他自己可以填寫 而這個聲明 是需要在社署 在社工的面前 簽署見證 然後才可以生效 更加有的 更加有的情況 有些案例就是需要長者 或者子女遷出公屋的住戶 那個申請 然後才當作有效 主席,沒錯 這個表格 只是叫聲明的表格 但是它的實際作用 就是要子女 在社署的社工的面前 親筆簽下 她自己不公養父母的情況 有多少人在這樣做呢? 主席,這個就是正正 是令到香港的家庭 很多貧窮家庭破碎的 最重要的原因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主席在99年之前是沒有這件事的 是99年之後 是列出的 那是不是99年之前 是沒有人 濫用我這個制度 而99年之後才有呢? 特首 經常都說 他是很著重 很推崇 香港人的家庭觀念 但是在政策方面 他正正對這個家庭觀念作出破壞 他要子女離棄他們的父母 他要只離開他們的父母 不和他們一起住 最近施政報告節說了 主席 如果是長者 回到內地 養老的 可以有更多的優惠 就是說 只需要有90天在香港 就可以領取援助 那是否意思就是說 其實把所有的父母 都趕到內地 那就最好呢? 見不到不用眼淵 主席 今天我提出這個修訂 我是想聚焦去討論這個問題 因為這個問題 我們跟進了很多很多年 局長都是聽而不見 甚至乎他不承認這個問題的存在 主席 用了一個 講一些歸小子 有關的真人真事給局長聽 可能他聽過 不過他可能聽不入耳 主席第一個個案 有一位80歲的蔡婆婆 她現在和一個90歲的丈夫 相依為命住在公屋 二十多年來 子女都沒有盡供養的責任 他們唯有靠水果金 和平日在垃圾堆 執拾舊衣服 變賣為生 因為退休他又沒有人請 子女又不肯給他們家用 想申請這個綜援 但子女又不肯簽這張 衰仔子 他們結果 以生果金合共二千元來生活 其中一千元就用來交租了 那兩老一千元一個月 怎麼過呢 第二個個案 公園會很熟悉 因為他們的案件 不過現在沒有人坐在這裡 一個七十九歲的張晉喜婆婆 每月靠一千元的生果金 生活 另外一個星期做四小時的清潔工作 每次收入是一百元 一百元 但她每個月需要支付幾百元的屋租 和約費 她現在是靠這個撿紙皮幫補加計 買菜 如果有得買的話 就買最便宜 出街沒有水喝 她就說去公廁 喝水喉水 這就是衰仔子 所令到我們香港人要蒙受的羞恥 其實這些個案 老實說 如果你是有關心社會福利的問題 其實是隨手可得 周圍都可以問到 為什麼我們這麼富裕的政府 最近我問政府 問他有多少錢 所有的盈餘家 有多少錢 現在分分鐘過了二萬億的主席 數我也不懂得數 但是我們竟然有些家庭 是處於這麼悲慘的情況之下 而社處 是根本不承認 這是一個問題 主席現在 因為子女不肯 簽這個衰仔子的 年長的父母 他們所面對的 是很大的問題 他們又要跟家人 或者子女 很討論 究竟應該誰搬出去公屋 有些人哭訴 他們不想住老人院 就是出去租床位的主席 現在床位的租金 都比我們豪宅是貴的 現在平均 我們受訪值 上個月 在關注重援檢討聯盟做的問卷 受訪值平均要交租是21元 比九龍區四百尺以下 私人樓宇平均18.6元 是還要貴的 如果你說 現在單人的租金 津貼是1260元 兩個人是2520元 租房也要3000元 自己都還要補貼 怎麼可以說這個安全網是可靠呢 怎麼可以面對我們香港的窮人呢 我們已經說到聲勢力竭 我希望局長收回這個臭小子的請求